娱乐敌言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敌言 提起泰国现在的这位泰王 大家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风流成性 虚的不说 在这一块 马哈绝对是拿捏得死死的 马哈至今69岁 共有五任妻子 宋沙瓦丽是施利吉王后卿侄女 也就是说她是马哈的小表妹 这种近亲结婚的情况 在皇室中特别的常见 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王室的血统 保证血统的纯正 另一方面可能就是施利吉王后 也有私心 想要自己的娘家 在家族的地位 一直是占据比较高的 宋沙瓦丽本来就是出身王室 自己读书也很努力 拥有强大的家庭背景 自身优秀 可以说这在当时是王妃的不二人选 顺利成章的 1977年1月15岁的宋沙瓦丽 和20岁的马哈结婚 并授予宋沙瓦丽王妃的称号 婚后宋沙瓦丽 还常常帮助贫困的人民 因此民众对这位王妃的表现 非常满意 她本身也是一个极其温柔的人 所以自从她当上了王妃 各方各界都相当满意 大家也都以为 这对金童玉女会携手走到最后 但是很快 马哈就暴露了她花花公子的本质 开始不断地传出花边新闻 这严重地影响到了 她和宋沙瓦丽的婚姻 再加上基于王妃头衔的对手太多 她身为王妃又不好 事事都尽尽计较 这就会丢了她王妃的风范 最终两个人的婚姻生活 走到了尽头 这位无论是在地位还是财情 都与马哈十分匹配的王妃下台后 马哈彻底地放飞了自我 尤瓦达是出身平民 很早就开始混迹娱乐圈 她自身本身是非常年轻貌美 年轻的时候 做马哈情人的时候 宋沙瓦丽才生完孩子不久 没错 马哈就是婚内出轨 公然地包养情人 宋沙瓦丽是无法忍受 也是情有可原的 马哈当时非常宠爱尤瓦达 和她在外面同居很多年 那个时候 在马哈的眼里 宋沙瓦达就是那朵红玫瑰 宋沙瓦达的目标也很坚定 成为王妃 她的野心确实很大 在这些年中 宋沙瓦达也没有因为得到 马哈的宠爱就有所松懈 她甚至只有自己生下儿子 才能有机会进入王室 就是所谓的母平子贵的心理 所以她先后为马哈 生下了四位小王子和一位小公主 照理说 宋沙瓦达因为身份低微 没有资格嫁入王室 这个时候 母平子贵就发挥作用了 凭借着她的四个儿子 她得到了王室的认可 最终如她所愿的那样 在马哈和宋沙瓦丽离婚后 无缝衔接的 她因为给马哈生了儿子 而被封为了第二任王妃 至此正式扶正 少未成功 然而 这段来之不易的婚姻 很快便因为 与瓦达出轨空军元帅 而遭到打击 这完全就是她自己造的孽 也许是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而且也无人能威胁到她的地位了 所以就有点无所顾忌 最后的结局就是 她和她的四个儿子一同被驱逐 出境不允许再回国 但是从尤瓦达和她的几个孩子近照来看 他们也没有因为被驱逐出境 就过得苦不堪言 她的四个儿子很争气 在脱离皇室之后 做回普普通通的公民 也未尝就不幸福了 第二位王妃下台后 马哈自然是不甘寂寞的 这时候她找到了希拉米 希拉米自曼谷商学院毕业之后 便做了马哈的侍女 相处得久了 自然就生出了感情 很快呢 希拉米因怀有身孕 而被王氏认可 成为了第三任王妃 然而 马哈和希拉米的这段婚姻呢 也只维持到了2014年 便告宣告离婚了 据知情人士透露呢 是蒙希拉米的娘家人 贪污情节极其严重 娘家出事 希拉米必然不可能独善其身 很快 马哈就与她解除了婚姻关系 并且撤销了她的王室自信 第四任妻子苏提达 苏提达一开始是 泰国国际航空做空姐的 在那个时候 她巧遇了马哈 马哈一眼就看中了 这个美丽又干练的女子 然后就把她调到皇家护卫队 在马哈顺利成为王后之后呢 苏提达和她举行了婚礼 并被册封为王后 在马哈顺利成为国王之后 苏提达和她举行了婚礼 并被册封为王后 这也是马哈真正意上的 第一位王后 皇后苏提达不仅和 王室成员们相处的都很融洽 而且广泛的救济贫 苦百姓 赢得了一种好评 而且她的地位一直 到现在也无人能撼动 可以说是极美貌与智慧与一身的标志性人物了 第五任妻子 史尼娜 其实这真正意上也不算是妻子 只能算是一个妾 史尼娜早年做过护士 因为年轻貌美吸引住了马哈的注意力 随后被调到皇家护卫队 这个皇家护卫队 可以说是离马哈最近的一群人了 当年苏提达也是被马哈看中之后 调到皇家护卫队的 来到马哈的身边 在苏提达被册封王后两个月后 也就是马哈67岁生日时 史尼娜就殷宠被册封为了鬼妃 风头一度是盖过了苏提达王后 当时马哈大了史尼娜33岁 要说余瓦达是马哈早期暗地里的情人 那么史尼娜就是她摆在了台面上要找小三了 马哈甚至为了她首次公开破除一副一期制 仅仅86天后 王室以史尼娜对王室不敬为由 拆除了她所有的王室头衔和军衔 据说还被关押在了监狱 原来史尼娜被封为贵妃之后 与王室的其他成员们相处都不太好 史尼娜的野心很大 想要当王后 想要扳倒苏提达 多次企图与苏提达王后平起平坐 挑衅王后 引起了皇室中大多数人的不满 虽然现在又复宠了 一时又风光无限 可是马哈依然没有为了她 而撼动苏提达王后的位置 讲完了马哈的风流史 你以为她的人生真的只有风流吗 要说一个国王啊 除了王室血统 没点真本事是不可能的 这位马哈的学历背景也是相当强的 1996年 马哈按照家族的安排 进入英国苏塞克斯上 预备学校学习 那接下来 她又在英格兰一所寄宿学校继续求学 1970年8月 马哈通过自己的努力 到澳大利亚悉尼的巴拉玛达的皇家学校学习 反正到哪学习都是皇室的那一套 她是家里的独生子 只要不犯什么大错 最后王位一定是她的 这也就不可避免的 要把她按照五国王来培养 马哈也不负众望 在1972年被堪培拉 皇家军事学院录取 在校期间 她收到各种军事训练 包括驾驶直升机和喷气式战斗机 以及跳伞等等 不仅学习作战技术 还学习各种各样的战斗机 好了 今天的娱乐点演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 明天见